真的是太好了 干妈终于恢复理智 并主动带着糖果礼物来向哈扎的道歉 说自己不该做出那么疯狂的事情 看来就是精神出现了异常 两家人再次回归到之前的状态 往后孩子们又得到了干妈 但就不知他们之间的感情还能像以前一样吗 爸爸赶紧把小哈桑喊来 一家人再次团聚 干妈把礼物亲手送给哈扎的 以和糖果解开了心中的这个疙瘩 希望你们彼此以后都好好珍惜对方吧 孩子们都吃到了干妈的糖果 这份情似乎感动了上天 天空开始挂起大风 很快就下起了稀稀利利的小雨 一家人齐心协力赶紧遮盖水泥沙子 然而今天更为感人的是 干妈又主动帮助孩子们一家干活 不知为何我们突然对现在的干妈和之前的干妈有了完全不同的观念 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呢 干妈说自己脑子已是糊涂 做出了这件疯狂的爱情之事 我向你们深深道歉 孩子们也都原谅干妈了 但心中肯定还很别扭 哈尼终于穿上了粉色衣服 看来爸爸听从了观众们的意见 让哈米德把外套还给了妹妹 干妈继续跟哈扎的道歉 说你要是想去肯尼的话 我可以帮你去沟通 哈扎的赶紧说 等我把房子盖起来再说吧 要不然没有个举办婚礼的场所 难道她建房真的是为了结婚用吗 或许我们会看到这个荒凉山谷要举办一场隆重的婚礼仪式 然而干妈却说我可以把我的房子借给你举办婚礼 这种态度转变得也太快了 根本想不通这里人的做事方式 也说不定是伯伯尽气在背后默默做了很多 哈扎的也向干妈道歉 说我不应该那么打你 想想就十分懊悔 不过他们也见识到彼此的真面目了 突然和平相处了 还显得有点尴尬 此刻的雨早已停了 接下来他们一边干活一边商讨 如何把肯尼取回来的事情 哈米德突然想起哈桑叔叔可以帮助他们 可是爸爸就不情愿 说先找到人家肯尼再看吧 说不定对方已经结婚了 干妈不停地念叨要把自己的房子借给他们来结婚使用 真不知该怎么说 你快别插手了 海鲜闹腾得不够吗 付出越多往往伤害越深 干妈还说我明天就去找肯尼帮你求婚 要是对方答应的话 我把家里的一只羊仔了给你们庆祝 说话间怎么感觉越来越不对劲呢 难道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 咱们稍后继续 不要给你们庐单 好了我们下来所有妈的一边 我会看你zan好